各位好 今天12月26号 我是5月3日 吃了吗您的 是这样 这两天的证监会又出手了 说满足条满足合规要求的VIE架构企业 备案后可付境外上市 不搞变相审批 可能这条消息对于不玩股票 或者是对经济 就是对投资什么这些东西 的人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实际上对我们这种 就是原来做了一堆的这种VIE架构 这种人 他这个消息还是蛮震撼的 为什么 是因为原本我们所谓的VIE架构 是处于一个怎么说 就是民不举官不究的这种地步 证监会知道 对吧 付海外上市 这证监会没有不知道的 那能有谁不知道 但是他一直不太管 原因一个是合规性 第一 我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VIE架构什么概念 就是说说白了 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我比如在开办群岛注册一公司 这公司到香港再注册一公司 香港再到内地注册一公司 然后内地注册这公司 就是用一堆的这种协议 把国内的经营主体 比如说甭管是滴滴 还是什么其他的公司 包括像什么微博 什么这种玩意儿 他现在回去了 我就不说了 就是说这些东西给他绑定 对吧 你绑定你的所有的 其实你内部的资产都是我的 就是你的所有的进出的 利润都是我的 但是你这个经营主体是独立的 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用开办群岛这家公司 去到全世界各地去上市 这个都没关系 但主要还是在美国上市 没办法 因为美国是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进入中心 一点招都没有 所以 VIE架构大概就是这么个回事 第一个就是它的合规性 你这个东西你如果从法律上 就升抠它 对吧 你升抠它它抠不过来 你因为我这个是合规的 这理论上就是讲合规的 你从各个条件上来讲 我只是 你明知道我这个东西是一个 VIE架构的东西 但是我是符合所有规定的 这个可以绕开很多 绕开几种东西 一种的是国内的这种 禁止外资进入的企业 行业 对吧 我可以进入到它的其中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还可以绕开中国 一溜的各种傻逼的审批 因为中国的上市 你不是那种备案 它基本都是那种叫做审批制 排队上市太麻烦了 而且它的条件比较多 比如说你说有几年的盈利 或者诸如此类这种东西 就是说你让我去 你让我合这个规定 你很多的那种新兴产业的公司 是上不了事 为什么因为我挣不着钱 我现在刚开始我拿什么挣钱 对不对 这个行业刚起 这些东西我绕开了以后 我就可以在美国或者是其他资本市场 去把资金给收回来 就是说也算不上收回来 就是说我可以融资 融资我可以让自己的公司能够发展 大概而言 我们就基本上是用的是这个路数往那边走 这个东西一直以来 就是国内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不管你 它是可以在一个灰色地带当中 就是说它真要想管 你就像滴滴这样的 你能直接弄你 你一点招都没有 对吧 它给你APP下架 或者诸如此类这种东西 你一点招都没有 但是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 它其实很少有人去管 那为什么 是因为所有的这些初创企业 给中国带 就所谓独角兽企业 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外汇的 这种进入的投资 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干的活 因为中国很多地方 它不可能让你进行外资进入 甚至于让你进入 它经常也是给你一个 让你不能够进行控股 对不对 很多时候只能是这样了 结果12月初的时候 美国就出了一个 SEC就出了一个文 让你所有的 你的必须合规 必须合美规 美规我们知道 就是说它很多让你披露的东西 你就必须要披露 对吧 你是怎么来的 你是不是有你的国家方面 或者军方的背景 这些东西 结果一下的中概股就给打瞎了 一下就跌到惨不忍睹 就几乎是 如果说有股灾的话 那就是中概股这一块整个就是一个股灾 就只有这个盘子是一个股灾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要斩断 你是不是要斩断跟美国资本市场的联系 跟美国资本市场的联系 实际上来讲是我们的资本进入 就是外资进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 你虽然是说用这种除了像某些公司 它可以正规的正常上市以外 大量的这种资金投资进入到中国 其实都是要在美国这块进行上市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比如说有很多的钱 它要通过VIE这种架构 才能够进入到中国 进入到中国很多领域里来 这是吸引它的外资的一个条件 二一个你在凤美上市你在美 你就是很多人说把挣美国股民的钱 就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钱能够直接到了 能够到中国的初创的科技公司 大量初创科技公司 其实都是被养起来的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你是不是要给它真正脱钩 虽然你把这个东西好多你要回归 你把香港给它给拿下来了 对吧 你把香港这块整体的给全都拿下 然后包括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但是你实际上来讲 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你把香港弄成这样 人家信不信你 对吧 香港它最牛逼的在哪 它为什么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一个是自由感 二是它的法治建设 你现在等于是你完全内地化之后 外资资本它不一定会信你 它是不是可以能够接续这一口气 我觉得这够呛 那王夏你怎么办 你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 你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路给断掉 对吧 我们当今圣上虽然这么过于质朴 对不对 他不懂 但是很多人懂 那证监会的人不是傻逼 他虽然说各种各样的 底下各种各样的搜搜搜 有的是 但是证监会的人不傻 对吧 或者不那么质朴 他就明白这个其中的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你就有一个想法说 我到底是不是要脱钩 整体金融市场 我是不是要跟美国人脱钩 这个就是摆到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文一出来 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能够弄得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说没有办法进行脱钩 我们必须还是要走这条路 我们要去把这个东西 原本我们不能够被承认的东西 你看 VIA架构从来没有人真正说我认可你 就是说你是合法的 对吧 这回非常重要的是这种VIA架构它是合法了 你只要是报备 而且他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不搞变相审批 就是说你是一个报备制 你跟我说清楚 你就可以去那边去上市去 对吧 他没有进行变相的一个证监会的进行审批了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他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我增强自己的控制力 少出滴滴这种幺蛾子 滴滴这件事情 其实说实话 就是大家都知道 它是其实算是强行上市 背后有好多资本 我们其实做投资就有一个讲话 就是说我不能天天等着你给我 比如我占你10%的股份 我天天等你分红 然后等我这钱回来 我这疯了吧 都是在金融市场上 然后我们就要退出 然后获取高额的回报 但是这么回事 后边这些人就会急 你要是你不让他上市不行了 然后就一下上市上去了 对吧 对于他的某一些各种各样的 就是所谓的他的敏感信息什么的 这边国内就非常恼火 然后一下就把他整个的底下这个东西给拆了 对吧 给你撤火 然后到那边 你万一加过没有用的 然后你这边主体进行公司 你出问题了 你还有什么用 夸进就完了 然后他只能退回来 去香港上市 这种情况出现以后 发现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我必须得把这东西合法化 合法化是什么概念 合法化就是说 我承认你这个东西 这个架构 VAE这个架构境外的就是说协议控制这种架构是合理的 是合法的 你可以用这种架构去上市 但是你要经过我的一道所谓的备案 所谓合规性的备案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觉得你这个东西能上 你可以合法的去上了 这第一个就是说合法性 有了 而且增强了控制力 对吧 这种控制力就是说我既然合法 就东西不怕说 不怕说有法律 您知道吧 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没有法才是问题 有法了怎么都好说 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让你合法性 它有了 这是一个 它也好控制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要跟美国金融系统进行脱钩 这个东西你如果脱钩真的会出问题 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学者叫王小东 原来一直民族主义比较喧嚣 我记得是老哥是当年写过 中国可以说部 其实特奇怪 你知道中国可以说部这本书 虽然一直说 我一直觉得这书特扯淡 但是他的作者好几个我还是认识 而且有的是比较不错的朋友 比如谷青生 谷青生老兄 这个东西我们俩关系挺好的 我们俩都好吃 确实这可能是关系好的原因之一 王小东老师我们也认识 有时候我们喝酒的时候 我发现这哥们 怎么说 是有一个问题意识的 他是有他自己学者方面 自己专长 并且是有自己的这种问题意识 他不是一个完全的 你哪怕是一个左派 你哪怕是国内的所谓的左派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 他跟现在的这些什么金灿荣 什么这些人 他是不能比的 当年这帮人多少还都是有点本事 而且他们是把自己真的是当成一学者 而不是当成一个弄臣 王小东老师就是这样 我们平时原来一起喝酒就聊过很多事情 这回前两天他写一东西说的很清楚 说美国要跟中国脱钩 中国一定不能脱钩 因为脱钩了就出问题了 我只有跟着他这么往前一起 绑着一起走 你才能够往前发展 你如果跟他脱钩 你真的会出问题 你就不可能有这种发展 但说的很清楚 这一件 我估计他挨骂也挨不少 因为这种话不能说 对吧 就是说我们 你看我给你举一例子 就是说我党这回干这 跟美国这事干什么的 就是说除了我们当今圣上 那个一栋乱锤以外 其他明白人都明白一件事 就是说这也给我脱不了 这个不能够 你只能够说 就是当婊子立牌坊 但是实在不能够说 把这俩腿收回来 你真把腿合上 这就没钱吃饭了 这很明白一件事 那个美国叫什么 美国人那个大腿 这真是大腿 你不能够真正脱钩 所以就是说上边 虽然在各种各样的立牌坊 下边你就只能够说 尽量弥补 替我们圣上擦这屁股 把这个屁股得给擦干净了 不擦干净的话 王先生这活没法干 你要给我 我也没法干 你他妈的直接 把所有的VIAE架构的公司 中概股的公司给打垮了 这边政策打垮了 那边那我怎么办呢 我这引入外资 我怎么引入 我怎么让你钱弄进来 对不对 你中国现在有这么有钱吗 没有 你虽然是 你他妈只能给非洲贷款去 你给美国贷款吗 对不对 你不可能 所以说这些东西 你必须得把这个玩意给弄清楚 所以我们这边叫什么 人家是当婊子之后立牌坊 你知道咱这块是先立牌坊 再当婊子 就是说我先立一牌坊 我怕我这块 我要独立自主 我如何如何 我那牛逼排放立下来 下面直接 直接登空九律 开一个立川院 就差不多是这路数 所以这回就相当于这样 就等于是我上边还是在说 我还是让你进上中概股回来 对吧 他希望是这样 能够借助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把融资这一块 就是对外融资 这一块对外资金进入 拿到自己手里 把香港弄踏实了 这个是一个 但是他还有一个 就是说两条的走路 他不能够跟美国真正的意义上的 在金融市场进行脱钩 那就是说 我可以让你正规化 法制正规化 应对12月初的那一份文件 就是美国SEC那个文件 说我让你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条件 去境外去融资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所以说你看 你看我一直就是说 就是说中国是离不开这个世界的 有人说难道这个世界就是中美吗 没错 在中国看来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真正意义上的两个国家对手 就是中国和美国 而且不是光是美国 是中国和以美国为首 整体的西方集团 只有这两个势力 俄罗斯其实现在在经济上 经济上他不算 他不算个事 他体量已经很小了 他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跟对方进行脱钩 那你就琢磨着自己完全自力更生 你自己更生自己就起来 英特尔这事不是特别明显 老子我只要合规就行 对吧 你比如说你新疆产品 对不对 你新疆产品 那个谁 你这个沃尔玛不卖 对吧 亚马逊不卖没问题 那有卖得拢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没有这么较劲的 没有这种法案的国家 可以 英特尔你怎么办 对吧 AMD怎么办 苹果怎么办 你当然你说人 我这有这么大的市场 我可以不用你的 你自己试试看 你能不用吗 对不对 那在这种状态下脱钩是一个其实是在中国来讲是一个完全不敢做的事情 就是你排放力的多高 你刷多少遍金期都没有说吃饭的问题重要 而且这个吃饭还不是说老百姓吃饭是整个的国家吃饭政府的吃饭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弄完了 就歇菜了 就真的是完全会歇菜 你经济一下就会出问题 所以就现在本身就已经在出问题的状态下 或者是早在出问题的路上的情况下 那你怎么办 所以证监会就这个文件出来以后 那其实就是说白了 说白了 这个开门迎客了 就是排放力完了 该是开门迎客了 大概就是这么关路数 当然了 对于很多VIE价格的公司 这个可能是个好消息 为什么 因为你虽然是说他说不搞变相审批 他肯定有一定的审批 为什么 因为你看滴滴这事就说出来了 他一定会有一定的审批 就是说你是不是你可以进行境外上市 你的敏感数据是不是可以能够搁在美国监察机构那个地方去 那你怎么 那这个东西能不审批吗 他肯定是他妈审批的 他不是中国的所谓的报备制 永远都是变相的审批制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但是他毕竟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正当行为去做了 而且他说了 法不就既往 对吧 那虽然中国对法不就既往这件事情跟一般的正常人理解不太一样 但是这回有可能就是说你原本上市这些东西 你可以上市这些公司 你可以安心了 这句话说给谁听的 这句话说给美国的资本市场听的 法不就既往 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些已经在你这上市了 我不会翻过来再追究他 或者再让他报备 或者再让他退市 这种威价构的公司 不会不会做这事 OK好 这个话是说给他们听的 也说给他说 当然你说也说给国内的这些公司听 也是也是对的 所以以后王夏这段时间 就是中美市场本身是美国想跟你拖 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块证监会的文件 你可以看着死抱着舒克里的大腿 不能走 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甚至于把威价公司的架构都已经开始让它合法化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好 谢谢诸位